自六月初美媒和美政客 便联合炒作中国在古巴搞间谍活动 这一话题 面对中方的澄清驳斥 美方也只是不断改变说辞 变着反而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 不过最近一位不走寻常路的美国政客 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 他就是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参选人 玛丽安娜·威廉森 在一党与参选人对话的电视节目上 有现场选民就拿这个所谓 中国在古巴搞间谍活动这一话题去问威廉森 如果你当选总统准备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 结果威廉森上来就是一个反问 威廉森还进行了一番换位思考 你看美国在南海搞了那么多事情 那中国当然会不高兴 那就像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来古巴一样 接着威廉森立下豪言壮志 说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 他将帮助美国照进正观 他说美国人并不愚蠢 但两党政治体系 并不想让美国人看到事情真相 最后他还贴心的进行了归纳总结 当今事件已是多级事件 曾几何时美国可以为所欲为 但如此行为 让美国挥霍了自己的军事权威和道德权威 现在的美国不能再满世界充当教师爷了 那这一番回答 让不少中国网友就惊掉下了 原来美国还是有思维正常且清醒的政客的 实属的难能可贵 也有网友指出 其实美国不乏有事之事 只是像威廉森这样的政治人物 要想在美国上台 那真是难于上听天了 确实 现在70岁的玛利安娜·威廉森 政治资历很浅 他为人熟知的身份 是一位自我疗愈题材的畅销书作家 还曾经是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 奥普拉多年的精神导师 他最早在2014年 尝试以五党派人士竞选美国加州众议员 但以失败告终 之后威廉森又参加过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但由于没能达到更高的民意支持率和筹款标准 他在参加完前两场民主党电视辩论后 就选择了退选 转而支持党内候选同僚桑德斯 那2023年3月 威廉森抢先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 成为了全美范围内第一个挑战拜登的民主党人 威廉森的总统纲领 包括呼吁提高联邦最低工资 对非裔美国人和原住民进行经济补偿 应对气候变化 推进建立全民学前教育和免费大学系统 以及创建美国和平部来对抗美国军国主义等 那此外呢 威廉森在疫苗和医学上的观点 一直是饱受争议的 他不提倡现代医学 反而推崇靠精神力来治病 那从威廉森以往在公众场合的发言来看 他擅长用个人魅力和精神力量 来吸引潜在的支持者 他将自己定位为局外参选人 认为恰恰是因为自己缺乏在华盛顿任职的经验 也多了一份改变制度的勇气 在最近的一段采访中 他说真正合格的政治家 应该有政治远见 道德标准高 要推动民众走向共同目标 比如热爱民主 热爱这个世界 和我们的地球 他顺带还举了几个负面例子 值得一提的是 之前他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也曾炮轰过特朗普 说他给美国带来了 集体仇恨的黑暗精神力量 这就不愧是精神导师 非常重视美国人民的精神健康 张口闭口都在呼吁要有爱 美媒广泛认为 这位非主流政客 大概率又是个陪跑者 那一份民教数据显示 威廉森在民主党内的支持率 很可能在两位数以下 而支持拜登的比例为73%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次威廉森的古巴言论 将会提高他在总统竞选中的 知名度和关注度 不管这是一场政治表演 还是威廉森个人战略眼光的体现 我们姑且静观其变 美国这场四年一度的 总统选战大秀 才刚刚开始